收救犬林巧穿梭在倒塌的建築中 东文西文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跟着救难队员的指挥 彼此合作无间 就是希望能在废墟中 秀出一线生机 土耳其遭遇百年强症 各国不只出动救难资源 还带来了狗狗救难队 在重心积聚到不了的地方 要靠着他们灵敏的嗅觉 帮忙找出生还者 把狗狗扛在肩膀上 看得出和狗队员的好感情 为处地震带的墨西哥 对于天灾搜救有着专业经验 灾区搜救犬战机辉煌 有些曾在2017年 墨西哥地震救援任务中 找出不少生还者 也希望这次能够助土耳其 一臂之力 墨西哥派出16只搜救犬 超过140人远赴土耳其 另外包括德国 俄罗斯 罗马尼亚也有搜救犬团队出动 70个国家派遣救难队 出手帮忙为土耳其灾民 争取更多生存机会 华氏新闻黄瑞玲 沈丽荣综合报道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 要提供给你